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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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般的主婦他们不了解 电梯打开五楼 刚才六楼电梯掉下来一楼 电梯不会掉下来一楼 它在断掉的那个瞬间 铺垫的时候 它会缓速地回归到它 最终完整记忆的楼层 它不会停在中间 那如果是停在中间的话 就是铺垫 断垫在铺垫的时候 它有一个楼层记忆 会回到它最终记忆的楼层 如果是停在楼层中间 就是铺垫的瞬间 铺垫一场 有D-C百零烧毁 那人就会卡在电梯里面 就叫做关了 比如说 这个它铺垫就是这样 烧完以后 再铺垫它就有异样 那第一次的时候 就有一点就是 不是那么顺暂 它不会像正常的运转 它楼层看到的时候 它会减速 它会自动领座 会这样减速 会慢慢的停下来 不会像圣前断电 那种急停的状况 所以造成这个马达会震动 所有的电力都一样 你圣前看到断电 马达就是会顿一下 这些都会线路都收掉以后 那个现场的部分 就会像这样完整的运转 那这个是我们自己人家装的 那个地震感性器 在 嗯 太咬了 我知道 这 这是你们的器材 这不是我们的 这都是你社区的 没有一堆东西在里面 早期的电力又比较耗电 那因为现在新的电厅 它比较省电 那为了 选择它的那个安全装置 我们把你换的比较小的 车档 就适合现在的用 那 诶 过载又就到这种人要切掉 没有没有没有 这边的话 这里 这里之前都是 诶 社区提供给我们的 我们只是从下面影片过了 那因为它这个比较大 那我现在不需要那么大 我这边加装新的 以后 这边的 这个要 要够转的 转转的 我这个要够转就可以了 保护它的那个控制开关 所以帮你们装测新的 车档这样子 所以这个还是要保留 这个应该保留 嗯 这个我们都没有放它 我们只是把电顶过来 重新接上新的那个 开关这样子 你们以前有开车 就会比较转的 开关 会比较转的 会比较转的 也照理说这些东西 都是不应该存在在这里的 但是可能是 转转的 转转的转 才不算 像我说的才有同感 而电速度的1.3倍的时候 它这个电器动作会先跳拖 跳拖 电器就要停止了 但是当它如果 跳拖的时候 机械动作没有办法停止 就是电梯上一加速度 瞬间在往下跳的时候 超过耳电速度的1.4倍的时候 它这个机械动作会启动 它这边有一个灰轮会跳出来 启动这个我们的当所 当所跟我们车厢下的刹车器 是连接在一起的 当它机械动作启动的时候 会把整个刹车器往上压 车厢就会整个卡死在我们的导轨上面 这个每半年鞋位来做安全测试的时候 它会带一个电阵 它有一个测速度的东西下去测试 超过1.3倍的时候电器跳 超过1.4倍的时候机械动作 这没有办法实体运作 因为你实体运作的话 导轨会伤到三楼 会伤到三楼的列轮 因为瞬间转硬加速度下去的时候 它要靠刹车器自动 本身刹车器就太靠倒 把列轮抠倒了 整个车厢都卡死在车厢上面 所以我们只能测试这个东西 确认它是不是有办法安全动作 我们现在电梯换新了还要半年一次吗 一样 因为我这样讲 一年多1260 十年多12600 但是你如果说要改成一年的话 连下面导轨跟下面那个盘中心 有没有 整个都要换掉 所以一样自维持半年检查一次 它那个团上协会 里面那个团上设计 它那个协会 这是我们的上部终点开关 上部终点开关这一支 然后这个活动电缆固定侧 上面到中间的话是固定的 然后这个风板是因为我们有两部电梯 你这边本来是透空的 但是因为两部电梯你在私做的时候 这个如果没有风板 刚刚封起来的话 怕私物在这边工作的时候 万一那电梯来刚好这边探头的话 会去扫到所有的这个隔板要加装起来 这到时候全部完工的时候 这个风板会 每一栋都要再停半天的时间 把这个风板拆掉 这是固定电纹 这是固定电纹是外面叫车的固定的 然后这个向上控制开关 这个向上控制开关 那衬装置 然后那个桌床开关跟卫士开关 就是这个在卫士 然后那个油虎 两色的油虎 然后车箱门马达 这一座叫车箱门机构 这整个车箱门机构 安全门档 MBS 我们光幕式的安全门档 这个 我如果这样阻挡它的话是电子动作 用推的话就是机械动作 那正常我们使用久了以后 如果电子动作没感应它就会故障 那我们处理的方式就是先把它短路掉 就是电子没有动作 那你用手去拨动它的话 一样拨开 电梯一样是不会动的 门一样会打开 门上是不一样 其实是一样的 这边看起来现在是这边的 观光跟白光会影响 这边看起来 因为我们那里是五米五米少兆的 你看起来 过来接头的时候 你没有外交条一定会 会判斥的感觉 对对 那你人站在那里 他就没有建议 建议做大理石 因为基本上大理石进来的话 就少掉一个人的重量 就降一个人的重量 而且又不能说三五年 再来换一个 这就是我们讲的塑胶地砖 对塑胶耐抹地砖 这跟一般的南亚树胶地砖不一样 这比较耐抹 而且你光看的话 那我不跟你们说是什么材质 根本看不太出来 好那我们到中间接去 这样是不是一样 所以有株在怀认说有色砂 没有色砂 是因为帮线折射的关系 颜色都是一样的 经理刚好说我吓死了 我赶紧去查我的买卖资料 跟我写出去的制造资料 都是一样的颜色 这是灯光的关系 我色板很明显 这边就是这个颜色 那边就是一样是这个颜色 所以是一样的颜色 好那我们配送光源的部分是做保留的 然后上面那个油壶也更新了 这上面有两个大小的那个油壶 我们那个油壶来润滑 那如果没有油的话 电梯跑起来就会摇晃会叮叮 它会觉得夹夹的 电梯会抖动会跳 那各位看到之前坑底有油的部分 是因为这个油要热滑 那多有的油它会回收到 到我们坑底有一个渗油盒 那是因为它那个油做来讲的话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回收 所以有时候我们坑底会有一些油漏下去 那久了以后 我们请师傅拿那个白水泥来 再把它整理过 毕竟那个坑底是我们也要下去的 一个工作场域 这个是活动电缆 它在一半的以上的话是固定的 因为这个东西很重 所以它一半是用固定的在墙面 那一半是要随着电梯跑 那中间这里有一个转接的教授 跟那个固定的电线做结合在这边 这一半的话是随着我们的电梯跑 然后你们的那个那个监视器的这个电线 就固定着我的活动电缆 固定在我的活动电垫上面 那像我们刚刚在机房里面做断电那个集挺 它电脑里面就会记录这台电梯不正常的行驶 那些是瞬间停止的动作 会记在电脑里面 它就牵涉到那个底部跟顶部的安全距离 它速度越快 距离要越高 如果不够的话 你还做杂项变更 所以我们在做电梯更新设计的时候 这是你原人分数、原规格、速度都是一样的 不会做变更 那后面那两条是平衡链条 因为我们楼层数高 然后它是配合我们的车厢的重量跟配装车的重量 做一个重量的调整 它的乘坐的效果会更舒适 所以一定要配这个链条平衡它的重量 然后为什么还要半年一次 因为这些东西没换掉 你换的话就多花钱 那你不换的话只是一年多支出五次的1260 那相对的来讲就是协会半年来给你们多一次的检查 我们老社区的 DDR是万一失速真的掉下来还有一个缓冲的作用 因为这个是消防开关 消防开关 那里面车厢里面 天哪会被车身打扣 那你火灾了之后 把这个恰坐按压电梯就会回来 那回来以后里面还有一个一次销二次销 它的功能就是 消防队有专用的 取水机要用钥匙 它那钥匙启动的话 电梯它要是只要有电 那是它的安全回路短路 我们还有一组在那个 那个什么管理室那边 我们要再接那个WP盘 就是会显示在那里 全部六台我们会一直 一次再换 对 啊那个面板是新的 我们插在那里 这包里 它那个线我们要再配备 对 然后车厢 它安全回路到第二 它直接倒六楼 它满自开开的 它少到那些东西就坏了 但是这个没有人敢用 因为你万一要是动力电源没了 你坐电梯就会受风在半楼 然后农年进来的话谁也逃不了 那这个是法规制定 规定一定要的这种东西 那个也是钥匙控制 对 它这个 协会来做检查的时候 所有的安全测试都会帮你们做 那以上是今天的验收 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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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还用了 就不要了 2T出很多问题 1T那种 不会啦 都 有帮你们测试再测试 对啊 然后礼拜一再忙 各位早上 一样早上10点 一样早上10点 一样早上10点的话 会换那个3号机这样子 对啊 那个 5号 都可以固定 每个都要筋筋筋脚 因为它知道 没有 只要是我们看大象 全部都有 就好 OK 那其他的 只要有问题 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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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